Hello 大家好 我是Sunny 然后今天为大家去分享一款短发剪裁加染色的一个设计安排 对于整个模特的一个先进条件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它跟头型骨骼左右两侧相对交易服天 而前后的状态有点像欧美人的骨骼前后相对比较突出 额头的部分会相对饱满一些 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条件 今天会给它做一个整个风格上会略酷一些的感受 然后模特本身也是一个比较时尚 能够接收新鲜事物的东西 是这样吗 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上 我会为其完成这样的设计安排 但同时这款发型的外线长度 我会给它保留着不会比较短很多 所以一款高层色的一款短发很干净 很利落 同时也会很酷 然后在整个前侧刘海区域 因为从侧面看它刘海前侧区域其实还比较饱满的 头型骨骼 在这儿我会做一些色彩的点缀 让整个发型看起来更具备脏力和时尚的效果 而整个底色我会给它做成蓝黑色的底色 在前区的区域染当中会有蓝色和蓝绿色的片染 也是区域染做相互的交印 所以今天的设计内容 从我们染色开始 陆续到剪裁持续为大家去做完成全流程的一个分享 然后马上开始到了我们染色的一部分 刚才有强调过 在整个刘海区域我会做更明显的色彩点缀 其他底色是蓝黑色 所以我们优先去完成分区 首先找到头顶点的部分 头顶扩散点 沿一点向四周扩散的圆点位置 我们称之为扩散点 头顶扩散点分至左右两侧退化点的部分 完成整个前侧区域 刘海区域的部分 我整个所有的颜色 都会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去做色彩表现 如果当下你遇到的顾客是比较时尚 接受能力比较强的 那今天这款发型你一定要认真看完 在刘海 我们整个头顶分区会相对比较宽 从退化点开始 前侧区域这一部分 都属于我们最后检查完成的刘海区域 水平分区 试探性的去找到我们头顶部分的覆盖区域 要知道在做区域脸的时候 覆盖区域很重要 它可以像流书一样 透视出底边的颜色 让颜色不至于那么明显突兀的表达出来 区域脸核心的一个重点就是 长而不是漏 所以头顶的覆盖区域的找寻很重要 试探性的分出来一部分的发片 放落在手心上或手背上都可以 梳理下来去观察能够露出多少我们指头的颜色 皮肤的颜色 晚一点你就可以看到底边有多少颜色 所以我说今天这个颜色我主要是想给它藏起来 而不是一味的露出 剩下把三角形分水平分开 隔离好这作为覆盖区之后 前面就是我们要表达颜色的一个部分 我用纵向分区间隔着方式去完成我们偏人的细致操作 可以看一下我接下来的操作部分 头发先沿自然垂落完成梳理 找到自然垂落的方向 每一片发片取得薄厚部分 根据实际当中所要求的效果来去完成发亮的分配 在这一块没有绝对的标准 在这部分的教程当中尤其在色彩的时候 大多数人第一次尝试都有可能去失败 所以我们优先反应师记住 一定要掌握一个复盘的能力和复盘的习惯 也就是说当每一次染发和区域染操作结束之后 如果效果不满意 那你应该主动性的去寻找其中的问题和原因 我在染发的时候每一片的分区厚度 大概是0.5公分 片与片之间间隔的距离 0.5公分 属于一个高密度的片人 因为间隔的比较小 颜色与底色相互交融的效果会比较好 明度反差不会很大 更多是通过色调的不同来去调节 我说过底色做蓝黑色 而片染中间的部分 我会用蓝色和蓝绿色来进行融合 让整个头顶至刘海区域的效果表现 有一些立体感即可 注意 每一片的分区厚度 0.5公分 每一片的间隔 0.5公分 在这部分操作 没必要一定想求分区 一定要分透发际线 你分透发际线 要表现的色彩部分 跟我现在要表达的色彩部分 几乎没区别 没必要在设计和操作上 给自己找那么多的麻烦 在锡子包裹骗染的时候 高亮尽可能厚一些 注意所有头的分区 都是沿着自然垂落的方向完成分区 不要太厚 不要太薄 注意拿捏中间分区均匀的尺度 减发的时候不能急 染发的时候更是这样 尤其在除了区域染的时候 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要被我们放过 否则都会影响我们整体效果的一个呈现 味道部 陆续按照这样的操作完成我们今天的颜色预处理 这个是一个颜色的颜色 我们已经操作了几个小镭 我们现在的颜色变成一种颜色 那OK 简单的完成我们今天的系纸操作 马上就去把底色处理成 我们蓝黑色的一个底色 我用的配方是2-8加0-88 比例是1比1 6%的双样 而偏染的部分 在底色涂抹好 拳头一起洗头 回来之后再去完成色彩的上色 而我刚才完成的是纵向分区 我上色的时候是水平分区完成上色 一片蓝色 一片蓝绿色 胶搁着去完成马赛克式的那种染发方式 把我们纵向的片眼 变成横向的双色 这样得到的一个状态是三种颜色 底色加蓝色加绿色 而且每一片头发都是一个 素状的效果 对于头顶会有一个高明度的表现 让整个头发看起来更具备 时尚状态 不话不多聊 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操作 当我们的底色2-8涂抹完成之后 漂浅的地方也被处理完成 我们是纵向分区完成的片蓝 当横向分区之后 这样的区域软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它会有这样的竖状效果 我们现在完成的就是水平分区 去完成两种或两种以上 不同颜色的叠加 以让每一片纵向分区的片蓝 能有更清晰 更多不规则的挑染效果表拿出来 在颜色的选择上 我选择的是蓝绿色和蓝色 注意横向分区完成上色 在产品方面我选择的是栓性人 对于底色不会有改变 明度或色调的作用 椅子被退遣过的地方才会被着色 第一片我选择的用的是蓝色 注意在上色的时候我选择的锡子叠加方式 为背后背的方式 第一层完成蓝色的左色 如果你没有衰性染进行安排 那建议用碱性染高的加强色 配以低濃度的双样 这样可以尽可能减少 我们现在这个上色动作 对于底色带来的影响 每一片背靠背的方式完成着色 每一片的分区厚度不超过一公分 第一片选择蓝色 现在这一片我们要选择的是蓝绿色 两种颜色色调上反差并不是很大 在三元色上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它们两个是零近色 这样完成的效果会更自然更柔和 但却有不同颜色 别加在一块完成的层次感 又不会显得极为突兀 来 来 再次强调每一片的分区不超过一公分 第三片我选择蓝色 中间没有任何间隔 选择被靠背的方式进行上色 各位颜色的选择 底色我选择用蓝黑色来做打底 所以在偏染的位置 区域染的地方 我选择用蓝色和蓝绿色进行搭配 拳头虽然是三种颜色 但是因为色调的关系 并不会显得极为夸张和跳远 如果底色换为中色 那么现在的区域染部分建议 用薰衣草籽 或奶茶色 这两种颜色与底色中色进行搭配 因为主色调的关系 整体发型的风格自然也会发生变化 第四片 蓝绿色 我的分区厚度 一公分以内相对已经比较厚 颜色的落差效果会相比较之下更明显 出现的挑染流苏状态 会比较明显的被表达出来 如果你的分区厚度更细 更薄 相互混合在一块的状态 就会比较模糊 这样的操作方式 还有另外一个技术特点 需要被我们掌握 所有的颜色都是我们眼睛看到头发的色彩之后 通过阳光的折射 通过光线的透视才折射到我们的眼球当中 让我们大脑进行判断 如果利用这样的方式 分区很薄很薄的一片进行叠加的设计 我举例 例如 一片为蓝色 另一片为红色 分区很薄 那么叠加出来的混合色 第一个视觉感受就是紫色 而这种纸是具备更多层次的纸 毫不夸张的讲 也可以叫五彩斑斓的纸 这样的方式完成后 因为是酸性染发 我们静放时间25分钟 洗完头之后回来开始我们的剪裁 马上开始我们接下来的剪裁 当染色结束之后 我们整个头吹干 为大家去介绍前面颜色所呈现的一个效果 很漂亮 然后现在呢 就先去完成我们整个发型的一个分区 我们用四面方 也是我们系统当中的四面方的一个基础分区 来完成这款发型的基础状态 首先从左右两侧转角处 水平向前完成第一个分区 在此之前跟大家介绍过 这个模特的一个基本状态 左右两侧头型较窄 前后相对比较突出 我借着这样的一个状态 使其发型能够更欧美一些的那种风格 所以比较时尚个性的一种状态 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首先完成整个顶部区域的分区 从后区部分 贯穿黄金点 完成头顶的方形分区 当我们整个发型分区结束之后 稍微低点头 优先我们共同一起来分析一下 这块发型头骨形状的特征 它的后整骨部分 后头型部分的骨骼是极为圆润的 我完成四面方的去除层次 水平地面体拉 垂直地面切口 那么在整骨区以下的地方 就是去除层次 可以有效地保留外线长度 使我们整个发型的风格 可以更好地被凸显起来 整骨区以上 是一个上长下短的堆积重量 因为头型向上收 会得到一个轻微的堆积效果 所以在后区 我选择用直角去除的技术 来进行安排 从后中心分线 分出不超过一指宽度的 发开厚度 为第一片的长路引导 在头 所有头发 水平地面体拉 垂直地面切口 长度 设定长度 四分之三 水平地面体拉 垂直地面切口 完成我们接下来的动作 剪不到的地方 不管它 第二片 注意身体站位不动 在空间上修剪方形 二代一 三代二的动作 完成我们陆续的剪裁 注意每一片 以地面水平为参考 垂直分区 剪切口平行分区线 剪切口垂直地面 为这款发型技术上的标准 修剪完成后放过下来 在整个层次落点以下的部分 会有收紧服贴的能力 外线处会细腻柔和很多 在落点以上会保留轻微的重量 落点以下会收紧服贴 那一层我们采用同样的动作 垂直地面的分区 我的习惯由下向上完成裁剪 稍微抬点头 注意顾客的头位 水平地面提拉 垂直地面切口 注意左手腋下要打开 空间上拉下后去一个面 完成方形 保证每一片头发 水平地面提拉 垂直地面切口即可 剪掉凡是对效果有影响的地方 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贪剪 在修剪短发的时候 更多发行师都容易控制不好 下手的长度容易减多 后驱结束之后 落点以下有一个收紧的状态 同时保留了外线更多长度 我们依次来到侧区 侧区的长度引导 以后转角为后驱长度为基础引导 从耳上点完成第一刀的采剪 使用头发以后转角为引导 同样水平地面提拉 垂直地面切口 找到引导线 拉着耳上 完成采剪 发片水平地面 切口垂直地面 而上点以前 同样垂直地面分区 找到引导线 每一片头发垂直地面分区 以侧面为参考 拉着一侧 完成方形切口 外线处在层次以下 所有的外线 可以任意交由我们去处理 这样在左右两侧转角处 会有一个明显的脚保留着 另一侧我们用同样的方式 从后驱转角处垂直地面分区 以这儿的长度为基础引导 而上点以前以后分开 所有后驱转角头发 拉着耳上点完成提拉 水平地面提拉 垂直地面切口 找到引导线 把能剪掉的头发 都剪掉 而上点以前 在空间上修剪方形 修剪完成后放落下来 直角去除会使得我们整个底区外线保留更多长度 空间上会变得收紧更多 整体下驱结束之后 我们来到头顶区域的裁剪 从前侧中间分线取出一片头发 作为基础引导 以后驱黄金点位置长度为引导 垂直地面提拉 水平地面切口 完成方形去除层次 再次强调 每一片头发保证垂直地面提拉 水平地面切口 修剪完成后 横向分区 左右两侧 交叉检查 漂亮 当顶部层次完成之后 前侧中心分线 左右两侧对半分开 以下驱长度 切口延伸 为引导 完成拆解 与顶部区域头发 做连接 另一侧 用同样的方式来完成 以下驱长度为引导 水平地面提拉 垂直地面切口 整个头发的基础结构 完全尊重 以及按照 直角去除 也是方形去除的层次 来去完成裁剪 主结构的层次完成后 我们来到刘海部分的处理 整个头发最细节的部分 也就是在我们的刘海区域 注意看 模特额头前侧区域相对较饱满 相对较重 很容易在前侧区域制造臃肿的感觉 在这儿我会利用内部结构 来去完成设计 由前发际 中心分线这一点 向上三指 完成头顶部分的分区 前侧区域 我会选择用去除层次 来完成裁剪 以中心分线 举出一片头发 所有头发 垂直地面 完成提拉 设定长度 完成去除切腿 所有头发 拉至头顶一个面 完成方形去除 直至剪不到为止 修解完成后 横向 交叉检查 漂亮 头顶区域头发放落下来后 旅前侧 刘海内部结构 会有鲜明的不连接 内部有这么大的缺口 就意味着可以通过结构 拿走更多的法量 里边的头发 有更短的头发在 所以在支撑上 它会有更好的功能 在完成最后的造型 处理的时候 会有一些短的 与上面长的相互做呼应 短的做支撑 长的做覆盖 而刘海最后的形状 就由我们最后的美感 来去进行修饰处理 整个刘海会完成 齐刘海的设定 但不是后期 而是薄齐的状态 以完成整个发型的一个交付 我现在来完成吹干 然后可以看到 在我们吹干头发过程当中 头顶部分这样流出蓝色 以及蓝绿色的 和底色蓝黑色 相互交错的 得到的这样的一些线条效果 在剪裁上 我们里边做了短的 崴一点在造型的时候 会有更多的立体感 内部结构的魅力 就在配颜色的时候 才会附加更多的灵魂 我们结构结束 吹干结束之后 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 轮廓状态 我是很满意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的 按照这样的基本状态 我们结束之后 去进行接下来的清修 注意这款发型 我需要发尾硬朗顿挫的效果 所以不需要点解 拳头发尾的地方 不需要被点解 所有的头发 相互交叉检查 去完成清修 只用断剪 这一个技术去完成 所以这款发型 对于模特 对于法制法量 对于你的技术控制 都有极高的要求 内部的结构 这样短的可以有更多 滋冷的效果 长的可以有更多的覆盖 相互交错的 这个头的纹理 一张力自然就有了 表达 反正强调 这款发型 不需要被点减或打薄 需要用绝对的控制力 来去精准的控制 发片与发片之间的衔接 整体检查结束之后 来到边缘 也是并角部分的修饰 使用点解 用刻痕的方式 来完成长度 以及形状上的设定 我给它设计的 并角形状为水平 而后部分的头发 几乎不用被处理 在于它的脸型 和整个发型的 一个基本构造 侧面的头发 你可以设定后高前低 可以设定水平 但以我的美感参考 我拒绝前高后低的形状 侧区的部分同样 自然垂落梳理 设定长度 通过刻痕的方式 去处理我们外线的形状 接下来的修饰 就来到我们前侧 刘海的部分 由前向后完成梳理 把第一层放落下来 参考形状 找到额头最高点的位置 设定我们刘海的长度 我要齐刘海 但是以细碎的状态 进行表达 所以依然通过 点剪的方式 去精修我们的外线 小刻痕的方式 这对于你手 对剪刀的控制 会有一定的要求 在侧面 尽可能完成 直角的状态 刘海侧面的线条 成直角的状态 整个发型的立体感 会更加鲜明 完成这种结构设计的剪材 千万不要在细节的地方 做出太多的小设计 例如巨子型刘海 总是有点 画舌天竹的味道 表面头发放落下来 会有部分长的 我们再次通过点紧 把更多长的点紧掉 另一侧同样 最后来看一下 我们在涂抹四发品结束之后的内部结构支撑 右手下 左手上相互交错着 完成这种内部结构的造型 使头发有短有长 相互可以有更多的支撑 让这部分留书一些的 样式的染发 更鲜明的表露在外面 刘海的地方可以肆意的去多弄 完成我们想要的一些美感状态 好 侧面 不要有任何的打薄 这样才有法尾的局部位置 被抓了起来的这种顿挫感 纵向完成分区提拉 看一下 内部结构较短的方形去除 较长的方形去除 极为简单的一个结构设定 加上极为简单的一个颜色安排 自然就有了这样的效果 最后这样的一款发型 希望让大家能够喜欢 但在现场应用的时候 希望能够找到合适的顾客 去表达合适的技术